歡迎大家回到露嶺3D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久維到差不多是新主持一般的Sunny 大家好 我是軒 南瓜 大王 我們是新主持Sunny 新Sunny 新主Sunny 那好吧 可以有時拆我又說YPR最佳新主持大獎 又拿最佳新人 每年拆一次 每年reset進度每年拿一次 終於歸隊回來就跟大家做節目 之前都只能在直播時連載 很抱歉 聽節目之餘 大家記得也要加入我們的YPR綜合吹水區 也要加入YPR的YT會員 會有大王提供給大家的專屬直播 也會有大王穩高射砲給大家 沒有沒有沒有 放魔劍炸給大家 我平時都會這樣做的 不做會員都會做魔劍的 沒有關係的 不過大家加起來就多些東西玩了 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老領就跟大家說影視 因為你一段時間不能回來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一個月的時間在會展走不了 一個月的時間在會展 一個月的時間在戲院 對啦 你就這樣trap在兩個地方上 我們現在還在音曆的七月 我們是不是要轉音樂說666 不用我當梁公春日那些就行了 永無止境的戲院 永無止境的會展 會展都很猛的 太陽很猛 不不不不 會展都很猛的 真的嗎 都很猛的 會展都猛不是鬼 但因為有些研究那方面的人 五行那些 他們說在那裡是不適合幫人做什麼 占卜塔路那些東西 哦 說那裡的能量太猛 哦哦 原來是這些 所以這個《零歸入海》可能也是很猛的 那說一些斜斜的東西 我們說一些作品 因為剛才說 你一來就trap在會展 然後就trap在戲院 是 所以有套戲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為我們好好地說下去 就是這個《陰目正順》 我想其實大家聽節目的時候 這套戲應該都落了話 這套港產片熬了四個星期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希望可能快點 有其他途徑可以再提 是 因為它也是英皇的電影 所以英皇戲院會上得比較久一點 都是正常的 也都乘著這個因素 我被人唱給戲院一個月了 因為他們就會有大量的借票場 逢星期六天 因為女友大人就是ERROR粉絲 更加是193的老婆 所以就陪她去追這個借票場 我的女友是193老婆 真的很有趣 是沒辦法 這套電影其實是改編著一本小說 同名小說《陰目正順》 好像九期就完結了 香港一家創造館的出版社出的 三聯邦貿宗三的作者 那一篇做電影 就是ERROR四位成員去做四個主角 其實她 skip了小說的一些開始 以小說的前中期 第三期尾第四期 去做這次電影的骨幹 三個主角 肥仔 保錡和193 他們三個做飾演的三個角色 已經成立了《一目正信》這間偵探社 而Dee哥飾演的小太郎 就因為在淘寶上淘了一把妖刀 懂得說話的妖刀 淘寶的淘寶 小說那一期簡直是淘寶了一把會說話的妖刀 小太郎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加入了《一目正信》 跟他一起去斬妖除魔 而他們第一單合作的案件 就是一單舊樓的收樓案 大家會知道在土瓜灣那頭有很多舊樓 然後那些地產商就會用盡不同的辦法 去趕走那些人去收樓 而他們這次用的方法 就是招鬼 找些鬼來招勾住 那些人死了就沒有人住在那裡 所以他們就過去去處理這宗案件 故事大致上就是這樣 中間還有一些角色 最重要的兩個女角 角師和Mandy Tam 譚文宣 整體電影就是這樣 雖然它是一部鬼片 但其實它整體來說都是歡樂的 而鬼方面它也都 一來我覺得是預算的問題 二來就是整套電影通調的問題 其實它沒有真的一些青BB 就是像Jump Scare的那些 它簡直是一團紅色的煙 哦哦哦 用獅子做一團紅色的煙 就跟你說那些就是鬼 那樣 他應該沒那麼驚嚇的 一來不驚嚇 二來他跟你說的就是預算不夠 總之這堆煙就是鬼 那些煙不會太HIGH 但你也不會覺得它很漂亮 總之就是這樣 中間打鬥的場面 因為Dee哥有把妖刀 所以所有的打鬥 一刀就完了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看牙狼都是這樣 最初的季節 對啦 所有東西都是 金騎士拔刀就完了 哈哈哈哈 只要Dee哥把刀拔出來 砍下去就一定會贏 砍不下去就糟糕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其他幾個人都有他自身的能力 我覺得193呢 Patrick呢 本身有些能力 我不知道書裡面有沒有說 有 但是他這裡就變成了一個洞察力 或者是一些少許預知的能力 其實他應該沒有預知的 他也是洞察力來的 但是Patrick這個角色本身的能力是瞬間移動 但是因為不絕問題 所以沒有瞬間移動 那所以呢 甚至乎有粉絲借票場問 193 你的特別能力是不是吃珍寶珠 193說不用特別能力你也可以吃 哈哈哈哈 那就是因為預算問題 所以他被人吸了我的特別能力 那也是因為這樣 他這個答法很棒 不用特別能力你也可以吃珍寶珠 那所以因為他的角色 在電影裡面 在能力上沒有發揮 193為他加入了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小孩子的性格 那這個東西很壞 就見人見智了 但是起碼193覺得的就是 你就算覺得他做得很差 做小朋友做得很差 起碼你記住Patrick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 而193做戲的這個角色 那193覺得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過你不記得193出現過這部戲 還有你說他們四個人其實會出的 即是阿Dee小塔 小塔是一個很劣的人 又不想上班這樣 然後被老闆點 又要找他好處 然後忍不住 逃了一把刀之後 就被刀狼 即是那把刀叫刀狼 那把刀叫刀狼 就牽著他斬鬼 幸好他不是變得窄荒 他類似的 其實是類似的 可能條矯有少少都是玩那樣東西 但是我覺得 例如保錡 保錡他本身是一個 有超能力的副二代 然後其實整條數都是他出的 就是音樂正信維持 營運的其中一個最大資金是保錡 他說他是副三代 他的角色叫做五百糧 還有他後面也有刀他們 有一幕就說 好說真話 東西也是我做的 清潔也是我做的 錢也是我給的 但是他這次扮演一個 有型的英俊 可以讓女生搭糖 或其他人覺得 有幾符合保錡的演法 而且他有一個聰明的地方 相對來說 我想保錡是ERROR四個裡面 演戲最差的那個 但是因為導演安排給他的 這個角色是直接 他不用有表情 所以整體來說是好一點的 其實好像林哥剛才說 他吵架另外193和肥仔那一段 其實他真的是很獨稿的 那種感覺 那當然啦 因為他們那幫 他們四個都是混蛋爛口的 所以他說錯了 我罵人的時候 都自然的 就像平時他們在打嘴巴一樣 但是你覺得他的對白其實是生硬的 所以他整體很多戲份的情況下 他都是目口目面的 那樣是還好的 而且都突顯了 我想導演那時候也說 你們四個是真的有RM的角色 因為可能在作的時候 已經是想著別人四個 因為呢 阿保錡阿梁的角色 是經常講英文的 經常講英文法 即是說一下就轉了頻道 是excuse me 那你就配合他原本的演員的特性 我覺得四個都做得好 還有就是肥仔 肥仔就是陰陽眼 陰陽眼 還有他有一個 是不是他妹 還是 其實不是妹 其實剛才提過 他是小說第三第四期的故事 其實在小說 這套東西你真的看得太多 你變得設定 你可以跟人家慢慢設定 小說一開始其實就是 以肥仔的視點的角色 石仔的視點去做正主角 那又說他在那些 舊式公共屋邨裡 第一次撞鬼 嗯 見到一個小妹 那他還伸手 因為他以為是普通的女生 他伸手去碰那個女生的時候 就穿過了他的身體 那從那一刻 又覺醒了他的陰陽眼 嗯 所以他就一直想幫這個 小妹妹的女鬼去找回 殺她的人 這樣 那其實就帶到過來 我們電影看到的章節 這樣 不是他親妹來的 OK 那我覺得四位主角是好 嗯 兩位女主角我就覺得 恰如其分 但我覺得有些鏡頭 拍得不算太美 是真的有某些角度才是美 我想譚文軒是很有趣的 他其實 不是每一個角度都很美 但是他本身 這個女生 就是這個演員本身 他那種氣質很特別 就是有種優雅 但是他又很Sporty Carrie到不同的面向 我覺得這個女演員是不錯的 嗯 那角師就是我第一次認識他 在套 他哪個角是哪個S 郭虎成的角 思考角師 不是陳雲 雖然我跟人討論一套戲 我也是叫他做陳雲的 希望他沒有聽到 希望他沒有聽到這集 一個好地地美女 一個美女妓姐 被人家叫 被我變成光頭角師 光頭大叔 還叫蛇 還叫蛇 弄個雷給別人 那些 那角師我第一次認識他 而在電影裡面 他很像阿冰 好像小樹企的阿冰 但因為我借票 其實見過他三四次 是完全沒有那種感覺 不知道哪一部電影的造型 搞得他很像阿冰 哦哦 因為他裡面是花痴 花痴啊 保錡 然後他裡面有一些福利氣氛 他會主動撲到保錡 那在一些幕後花痴 保錡就說 我平常心 都是認真拍戲 哈哈哈哈 做戲什麼時候都要認真 沒有因為拍什麼戲 就特別期待 哈哈哈哈 那如果導演說 剪掉了幕戲 就不要了 哈哈哈哈 導演的戲寫了 就不要改了 可能會是這樣 是啊 那兩位女主角是 他們始終都是 帶一件事出來之後 其實就已經fade out 了的角色 嗯 所以就 不算很多東西可以說到 是 還有我還想提到一個 特別一點的演員 都是最後才出場的 剛才不是說那個妖刀的 是 跟Bleach一樣 裡面有大叔 哦 斬月大叔 對 有斬月大叔 這個刀狼的特別演出 是鄭浩南 十分之厲害 鄭浩南啊 是 是穿著和服的鄭浩南 這麼帥 然後就在最後那裡 好像斬月大叔那樣 就跟一湖在那裡 哈哈哈哈 因為那一半變了天鎖斬月大叔 沒錯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你當他是也沒錯的 但是那一幕 鄭浩南出來 跟Dee哥說的話 是很好看的 甚至最後他真的出 月牙天鎖的時候 也是十分有趣的 天鎖月牙天鎖 沒有他沒有飛出去的 他最後拿著一把刀 從天台跳下去而已 對 劇人而已 很有趣 原來Dee哥在拍到那一幕之前 他不知道是鄭浩南做妖刀 所以你想回 其實因為我們看到劇的時候 妖刀會說話的 阿Dee會跟他對話 你想回其實拍的時候 阿Dee是自己和自己演戲的 就是自己腦內補了那些聲音下去 我不肯定劇組會不會在背部有人說 因為 當我聲音在讀劇白給他聽 但又不是劇組 那就害怕了 因為我在想 如果你沒有人讀那個對白 那其實Dee哥很難去接 那個節奏 以前聽過有些 可能做舞台劇的講過 很小時候聽的人說 他們如果有些可能在那裡 可能是舞台劇或是演戲也好 如果說電話的戲 是自己內心要說那些對白 不知道他會不會那些對白 可能他都記了 然後自己 自己說一次 內心那裡 還沒播出 可能就以為 也不奇怪的 也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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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會被刀狼去控制著 然後就出去斬鬼 所以他有很多動作 是會被人停止在那裡 或者是倒後 或者是怎樣 就可以用回他之前 他本身是 這類型的形體動作 表演上會比較好 所以表演出來是挺好的 還有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 我看電影 都預計了是不是會 就算搞笑 也有些地方會不會做驚嚇 或者怎樣 我自己個人是不受驚嚇的 但是整部電影 就沒有這樣的劇情 就算他處理一些 就是剛才說的鬼 或者什麼 他用一些形體 甚至一些靈異的東西 不是恐怖片方式的驚嚇手法 就是他都有些鬼 或者其他東西 但是整部電影四個演出 你搞笑就不擔心了 劇本我覺得他很順 甚至有些訊息 或者Get 我都覺得是挺本地的 就是有一些參考本地電影的對白的鏡 我是一看笑得我 糟糕 最後一段 對啦 這個我自己看 還有一些他本身說 因為你收樓 或者是一些人住在這裡 為什麼會再住在這裡的東西 就是挺驚訝他這套東西 上過的Message 還有Overall 就是從頭看到尾 都看到他們四個是合作得不錯的 無論是他們音樂精訊 那四個怎麼做成一個團隊 或者是戲外ERROR 他們四個終於有 算是第一套 他們四個一起做主角的電影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我會覺得 如果要挑剔這套戲 我覺得這套戲其實是很好的 是值得入場支持的一套電影 如果要挑剔的話 是 始終他們四個 你寫個劇本給他們去玩 是沒有那麼好玩的 你被他們救了 其實是比較好笑的 好像Netflix有些show 是有個劇本 只有一條軸在那裡 然後中間怎麼發展下去 就是讓他們自己去玩 是 我看過Netflix有些show 這樣玩 我忘記說 如果是他們四個做這一類show 應該 應該會笑一幾金 他們四個自己平時的go up 是反而再好笑過 電影安排給他們的對白 這一點可能是一個 我稍為挑剔的地方 另外的是 或者期待可以有那個方式 可以這麼說 另外其實他們四個始終的演技都還沒算是真的很好 一點都不差的 我覺得 很好又不算 驚喜到不算太多 那要這些位置 但是期待他們多些機會去再演戲 這樣就可以給我們多些東西看了 但是好奇一問 其實小雪本身的主事點有沒有擺在誰 都是擺在小太郎那裡還是四個猜散 猜散的 他跟張折分的 那如果他現在這套假設反應OK的那些 第二天 可不可以再找另一個來做主軸角色玩下去 可以的 就是那個有傑有心再演做他都可以的 甚至其實如果用個劇本去講的話 拍劇會比較合適 電影因為太快 其實因為我第一次只是票場 我剛好看到導演 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取捨 他都說 因為如果要講他們三個主角 在小學還是中學的形式 然後解決了中學一班東西 然後做了好朋友 然後再開音樂徵訊 那是一個很好的起源電影 但是那節奏很慢 是的 觀眾可能有點失敗 觀眾可能會想看這一段 那如果劇集可能會更合適 有機會 是的 可惜一點的是 因為他們那時候就說 如果收到二千萬票房的話 他們就會由上而下看著老先生 我要開續集 再由下而上看著楊先生 麻煩你幫我們開續集 這樣 上而下做下而上 對啦 因為對著自己公司的老先生 他們就可以上而下看了 受到意思了 但是對著英王的楊先生 就必須由下而上看上去 但是 很有電影語言的方式 大家可以想到 已經是他上下的電影語言 但是因為現在應該都是三四百萬票房 我有些覺得 太低了 其實對我來說 我以為 這兩年 港產片的風氣底下 這部劇應該都收到一千至少 但是 可惜一點 我覺得這些票房 炒得太多東西了 這段時間 真的沒辦法 上次這樣說 暑假實在有太多東西在一起 他差不多時期 我看到這部電影的電影 就是在澳本海脈 我差點澳本海脈的時間 都抽不到他看 那時候 應該真的太多東西炒 沒辦法了 一來他競爭大 可惜了 二來很老實 其實你問我看這部電影 你問他是不是爛片 那時候很有機會 那時候都覺得 特別一般大家 看這一類 混合的 可能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電影的感覺 你覺得好像看八九十年代 香港那些鬼那些喜劇 鬼片喜劇 有些是 然後ERROR他們四個 對上那次合作拍那套劇 又爛了 極度超王軍 喔喔喔喔 那不關他事 那我不肯定會不會 對這些有影響 那Dee他們都只能夠 盡力去 拉多些人去入場題 宣傳多些 還有看看可不可以 在之後串流平台上 又獲得一些好成績 就多些bargaming power 嗯 是的 那而 因為我在借票場 就成功見了四個 集得齊他們四個 甚至乎最後那次借票 因為我想應該是 最後一個星期 他們是 合到終於四個一起做借票的 除了首映之外 對了 最後那個星期 他們終於可以做到 四個一起借票 那也都很開心見得到他們 你看到他們現場 他們一邊聊天 那種氣氛就出來了 還有我們又值得玩了 因為剛剛播完ERROR自作業 在群眾壓力下 Dee哥是現場唱了幾句 死腳架的 哈哈哈哈 我們是值得玩的 哈哈哈哈 死腳架 大家有興趣的 就留意一下這部電影的後續 看看可以 即得一看 或者可能串流 碟那些是有興趣的 是的 值得一看 反正講一些本地製作的 再講一些本地那類 我們跟著就開始講劇集 那有套劇集 那時候是些什麼類似 劇集 我不知道有沒有叫劇集巡禮 因為這個字 一講你就會想起某大台 他叫節目巡禮 是呀 叫節目巡禮 應該這樣叫這類的字眼 那時候有些preview 或者Promo出來 大家就說 咦 我們可能有機會看到 那一套香港版的國王遊戲 那不是國王排名 是國王遊戲 那時候我們都 一季動畫 笑了很長那一套 那不是呀 有班學生好像 被那個遊戲困住了 甚至中間好像有人要死 要偷那部電話 那些 真的心來一來 會不會有人盲了都可以在沙拉寫字 我會看到 真人版的紫龍 不是現在那一套 那一套好像沒有紫龍 沒有沒有沒有 吃屎 其實你升至真人版沒有紫龍 吃屎 會不會在這裡見過真人的紫龍 或者香港版另一個Dell Devil 就是之前有另一個Dell Devil 那會不會有呢 那就是 V那套新劇 那年盛下我們讚放如花 叫做 那都是改編著這個小說 那原著小說就叫做 《以讀不為死全家》 實體本呢 都是創造本出的 我們今天是沒有收贊助的 那很多本地的創作文本 都是他們去推出的 老實說 如果電視是出到原本的名字 我覺得是吸引一點的 反而我又不同意 我自己是覺得 讀者或者是一個角度來講 原本的名字是 回及問一些 當然啦 你現在這個是因為電視尺度 就不出得死字 或者怎樣 就要出這個了 你說現在這個名字 是不是OKOK 它有詩意的 還有現在 可能又有一點點 陰到人的 就是有些 可能以為我是不是普通青春片 開出來看 那樣子 這個名字陰到人 大王說這些就是 為什麼我不同意 南哥哥那點 我看了他導演有個訪問 陳建朗導演 他跟尤大東做了一個訪問 大家在尤大東的Youtube聽到 原來Viu2018年是拍過那套 劇是叫《二讀不回》的 所以他們都不想別人覺得 可能是不是逐集 另外南哥剛才所說的就是 赤道問題 所以也不想出這個死字 那時候死角都要改名為成角 那 他們就開始要想過另一個劇名 他們想了很多個 然後就開始想 不如用一個你猜不到的劇名 就有人想了什麼懶念情下門賺放完花 那時候陳建朗 我簡直想了 所有宣傳 拍到很白的 青春的 完全是年青喜劇 我以前看過有兩套動畫 用這個方式來做 遊戲生涯量 對 另一套就是學員孤島 他想著玩這類東西 但因為很快就在宣傳方面配合不到 就令到大家都知道是一些生存遊戲類 有一點驚慌 還有那個Preview Promo 可能真的比較難這樣玩 也沒有辦法 還有我覺得在香港這樣玩可能會出事 是 喝人喝太厲害 真的怕家長翻桌 所以最後這條路走五成 但我會覺得在這個尺度和條件所限下 他想到一個這樣的名字 然後你想回的就是一班學生 因為他其實在故事裡面 主角George 他飾演的何希然 其實是一個look back 所以你會想回的就是那一年的夏天 然後讚放就是他們爆頭 那件事其實名字是說得挺漂亮的 還有讚放除了爆頭之外 都是他們一班人的性格 或者不同人怎樣去相撞 所以怎樣盛放 就是他們釀出他們的真本性 就是多重意義 都可以的 還有我那時候看到陳建朗去導 我也有興趣去看的 因為陳建朗演員 他演了很多我們都有看的 IT界也有 但是如果你說導 他這一套好像是第二套的執套作品 還有我看到的trailer 他拍出來的感覺是吸引到我的 所以那時候抱著什麼心態呢 我們都見過就是冥冥之中 也沒有東西是冥冥之中 如果他變成 你說什麼 我們是冥牛 你不要這麼真心 就是我們都見過這個高峰 好像假了一點 某程度上是高峰 如果他真的變成港媽的國王遊戲 就見證了高峰 那就要看了 如果他真的可以 那也是 香港電視裡面 也少有做這些類型的劇集 自己的朋友們吹嘴 看到網上有個留言的對答有多有趣 因為這套有沒有人是VTV開台以來 死得最多人的那套劇 怎料下面立刻的reply re去 你現在是沒有看明明之中的 哈哈哈哈 然後我想起幾個字就是全民黑信封 哈哈哈哈 然後就想起裡面的人這樣擦死 公司要滅世啊 公司要滅世啊 還有還是那句 他滅了幾次世的了 有不同名人世界都滅了世 你說死多少人 那裡死我很多人 我還會想起你 劉森柔都要死那裡 我幫你啊 哈哈哈哈 陳建朗的話 其實這套不是他第二套的 因為他以前拍很多獨立短片 那他第一套長片就是手捲煙 那第一套劇集就是這套 所以藍哥也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說陳建朗自己度 就不完全是大大一套 看第一集的感覺是挺經驗的 那是什麼主要的演員呢 我比較熟悉的就是Pixel的George和Marco 也有Color的Marv 還有一些今次是比較多新的演員 甚至一些未演過戲的新人 例如我比較熟悉的就是Billy Troy 就是他做開音樂的 但是這次他簡直是做劇 但是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因為這一群他們設定是 一群中六的學生 我記錯是 中六的中學生就是 暑假裏面就被一群老師說 做生涯計劃回來了 那無端端就被人踢了入那個group 而有趣的是 他原本小說的設定就是 比較現代的 就是我們智人手機 但是這次導演 還有一個手法就是 裡面所有科技產品 都是00年代的高音設定 就是大家用的那部手機 都是Nokia 在00年代出的機 或者是那時候的機 接機那些 但是它已經擁有 我們現在電話擁有的功能 不過是 網絡的外形就是那種 沒錯 甚至界面也是那時候的界面 但是它就會有錄影 有播放短片 甚至有group 其他我們現在智能手機看到的東西 其實智能手機去做一些科幻的 有時候 不知為何沒有什麼感覺 你用那些有個lumpad 可能喜歡一些 Cyber話 Cyberpunk 我反而覺得是那些去做 奇幻東西有感覺 但是我自己有一半半的 原作小說就是Whatsapp 真的是Whatsapp 我自己看的時候 看劇的時候 我有少許出戲 始終是 它是駕空的 其實它是駕空的 這個世界 但是因為我始終太近了 我經歷過那個年代 然後他們這樣傳東西的時候 我看著 譬如他們做videocall 我看著 不要這麼清晰 行不行 不是的 現在有些Cymbian手機 真的可以走Whatsapp 可能那部機這麼巧 鏡頭比較清晰 我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 有一段 就是他們兩個在家裡的videocall 但我寫的是幾年幾月 沒有 它是駕空的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科技 其實是駕空的 例如它有一段 其實道具組都做了很多事情 例如 它裡面有一間科技公司 大公司 裡面所有螢幕都是CRT螢幕 對 全國都是肥仔螢幕 挺有感覺 還有他們家裡 只剩一堆出來 我喜歡 另外他們 例如剛才videocall 就是同學之間 你會看到 有同學拿回當年的Mac出來 哦哦哦哦 即是交機那部 是的 我覺得道具組 在電話 或者其他科技 甚至因為那間科技公司 是叫MTCC 它就說 全鄉 都沒有 八成 八成的網絡都是它們 那我也特別說香港 沒有的 但是它就說 你看到很多屋邨 或者他們的課室 會有一間公司 是那間公司的 那間公司 作為一個監察 是什麼呢 其實那個Cyberpunk的感覺是挺重的 嗯 所以我覺得它道具用心 但是 我會有少許 我覺得不算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有一些出氣 就是當我看到那條片那麼清 那些錄音播得那麼順暢 那時候 我就會看著 可不可以做一點點東西 嗯 可能我們始終是 我較喜歡Cyber Cyberpunk 那些就還好這裡 我就是當Cyberpunk 那些小小的 嗯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挺特別的 那說回劇情 其實因為我是看網上竹本版的 嗯 我不知道電視版好像應該是剪掉一些東西的 爆頭 爆頭的東西應該是會剪掉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是想看竹本的有血版本 是可以帶到網上去 它爆頭爆點會不會有些很B-movie那些 沒有 其實都沒有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說Montage 但是都避一下鏡頭 避一下位 可能拍著另一邊有東西爆開了 那樣的 如果你看電視劇集 就是電視版的話 就是純粹黑畫面了 它爆那一刻會黑畫面了 或者砰那一刻 然後就黑畫面了 對 但是你如果看全版的話 其實它會拍著那個人爆頭 但是因為它都是拿特技做的 你總不能弄爆演員的頭 所以它都有一些鼻子 譬如演員爆頭的時候 他們會頭痛會辛苦 那可能向後往 或者向下 按住自己的頭那一刻 那你就見到它一個鏡頭固定在那裡 它一下去的時候 就爆頭了 然後買一些血花飛上來拿CG做 那拿著鏡頭去快一點 然後就整體做爆血出來 給你看 但是它始終沒有像B-Movie 固定了畫面 爆開了頭 然後還有一些血漲 那這樣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它在尺度裡面 它算是拿到幾好的一個位置 也都在CG上面 因為它這樣快去過了畫面 你不會很挑剔CG的味道 夠最高水準 南瓜就是按了給我看 多有趣 我覺得它處理到 多好 它還算是最高級數的CG 但因為它處理得夠快 你不會挑剔這些東西 我爆頭就算了 就是不是Shanado 那些 整個東西放在那裡 我會一直看去 那些還是B-Movie 喜歡用的 有一個高水準 看過去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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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一班生存人 就是有一班同學 那我沒有記錯 6A班 6A班 好像是 原本還沒死之前 是21個 22 21還是22 第一集都很快死了幾個 死了5個 那因為它說 踢入了群組 那已經有Russie 你不可以 quit群組 你不可以message 像死的人 還有 一定要回覆訊息 30分鐘內 要回覆訊息 那也有些人 你見到就是 還有透露群組的存在就會死 是的 也都見到其實那20幾個人 那些演員 我覺得找回來 是像中落學生 當然有些都很年紀大的 那你其實Pixel幾個 或者其他一些群演的演員 就算他是年紀比較大 但他演出來都像是那種 有一班就是 你都知道 中學的如果你真的有一班 壞學生 MK仔 MK仔 然後主角那班 你就是老職 那班 那主角 何希然就是一個比較接的人 轉過來好像沒有幾年而已 中三轉過來 是的 也都有 例如Math 就是 他是一個完全接近的女同學 那也有些就是帥 或者是何希然很想示愛的女神 那些 那整班同學 我覺得 在於外形或者 他演出來 是OK的 學生來說基本上都OK 除了真的 不良少年那班 裡面 有個叫洪樂妍的角色 他算是不良少年那班的頭 就是這個叫陳卓南的演員座 陳卓南我Google過 沒有什麼背景資料 穿校服的時候都還好 他放了學 真是90年代陳浩南 還要穿一件皮褲 那些皮褲呢 連她的女兒也是 對 穿著皮褲 然後她的屋子又是那些 有沒有拿著火機的踏踏踏 我想差不多了 那是 有些出氣 他真的不像學生的 他完全不像學生 因為他穿師服的時候 那但是 除了他之外 其他我想大致上都還好的 嗯 一開始其實第一集 已經很多黑幕出來 例如爆頭之後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有些就是無緣無故 或者說了這個群組的存在 也有 剛才他們說的那間大公司 MTCC 已經派這黑衣人出來 那出來就 收回一些CR 類似的 類似 第一集我覺得 那個氣氛 算是很煩 也做得很好的 你本身只有15集 你要死快一點 其實現在到第五集 我覺得是不夠快 應該要再快一點 但如果你第五集 我覺得如果你第五集 已經死了10個的話 又好像11個 怕中間有太少人死 你中間會怎麼寫呢 但我覺得他很聰明的是 他很早就把MTCC 擺了出來 因為我們看這些懸疑劇 很多時候他一開始就 集中了一群主角 怎樣死 解謎的時候 才把背景放出來 一來很容易爛 二來就是 為什麼你前面的人 從來都沒有去應對過這件事 他現在是跟你說 有人進入MTCC 拿一個系統出來用 所以MTCC 要找回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既要低調 不在社會上引起討論 按住這件事 他們又要調查這件事 那些學生又去面對他們的問題 那件事是整體一起走 而不是主角在演戲的時候 你覺得 本來他們為什麼 組織的人在那邊吃飯 我認為他很聰明 組織了那條線 再加上 他寫了主角George的角色 她有個姐姐 就是Yanny做的 Yanny和 阿四突然忘記了那個演員 陳澤民 陳澤民 他們是做一間網台 飲食網台的 然後 他們原來也是記者 陳澤民之前 又跟MTCC拘捕了一些關係 觀眾看下去就會想 到底組織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而記者會怎樣影響到這件事 我們有個期待在那裡 有個脈絡可以看到 但是你也會不知道他想怎樣 你看到那條線 但是你不知道那條線可以怎樣連連 我覺得這些位置 是給了一個足夠的期待給觀眾 但是我要挑一件事 第一集我看下去 都很緊張 他都意快膽眼 爆頭 第二集大家就開始要點競對 其實他點競對Russie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他有一條很重要的Russie 第二集其實不要在第一集 講清楚給你聽他怎樣對付 就是三十分鐘的事情 沒錯 我同意 因為我剛才想如果晚上 我睡覺了 有人玩東西 所以他們說他們是不可以睡覺的 哦 他們是不可以睡覺的 他們要互相守著三十分鐘 要教鬧鐘起床一次 哦 那我自己覺得這條Russie應該要交代得清楚些 或者他們要組隊互傳訊息 之類的事情 他沒有交代很清楚 嗯 雖然他在對白裡面有暗場說 就是說他們有聯合一起 是怎樣互傳 或者叫人起來 還是怎樣的 但是如果這條Russie沒有解決 因為之後的劇情 我覺得如果你不解決是有點難去的 但是他就沒有他很明顯地說 雖然 是不是很影響整個劇情 也不會 因為他主要都是講大家 友情 或者是例如 有一集挺喜歡的就是 Amin會派秘密任務給其中一個人員 去自己造成 那一集就是講那個Elaine 也是何希賢其中一個朋友group的人 也是女班長 那表面上 原來他一開始就說 阿好朋友也很好人 也是很照顧 就是所有人都跟他幾朋友 連班不良學生都跟他幾朋友 但是Amin給了一個秘密任務 就是要他冤枉另一個人 要在投票裡面大多數投贊成 但他的投贊成真的會冤枉那個人 就是原來當年Elaine做過一些事情 令到一些人受傷 這一集他講回那個人的背景 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Elaine的背景我覺得算是這樣 我不算很經驗的 我女朋友很喜歡 但是我又不算非常覺得很特別 但是他寫這個角色本身是打乖乖牌的 面面俱緣的 但是當自己的命有危險的時候 他就真的撕破所有面具 跟你反面就跟你反面 那這類作品正常是要寫到這些 不寫才好 所以我說我很驚喜 也不是 但是因為演員做得好 還有劇本寫出來 我覺得層次都在 雖然不會相關了 但是可以跟軒哥說 今季我們看甲冰有些都是這樣寫的 沒有問題 有沒有說錯 沒有問題 那我沒有生存遊戲 寫到這就好了 我反而會喜歡另一個 演員張迪文飾演的柯智恆 是的 他在第一個星期就是屬於一個比較反派的角色 他智慧型 但是他會用一些陰招去令到其他人去幫他試一些法律 他會做這種角色 但是他做那個智慧型的角色 做得很好 他連那些舉手頭竹 都很有日劇這類生存遊戲類型 總有一些智慧型的混蛋 他連舉手頭竹都做到那個 甚至好像是第二集 他有一下舉手 他是翹著手 然後很慢的舉手 這隻手還不是完全舉直的 有一點曲曲的舉起 然後舉手不是完全伸直手掌或者舉拳頭 是要有一點張張的 好像人們拿著牌的手勢 他完全掌握到這件事 然後那些笑的陰暗的表情 或者奸笑的樣子 即是韓韓的 對 做得很好 而陳建朗就說他是故意陰招的Jayden 因為他說Jayden本身這個演員 其實是一個乖仔 乖乖派輪家男孩 他嘗試勾他這方面出來 而我覺得張迪文交了一份非常好的功課出來 第五集 他是陰險度 他是找另一個同學來試一條烏絲 他說的對白 還要假裝可憐 其實我想真心幫大家 那一刻我想打勾他 他做混蛋真的做得很好 其實可以說是劇組的演員用得很好 聽說也是 用得好 還有陳建朗裡面訪問他有說過 他推崇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所說的那句 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 所以每一個角色他們劇組每一集會找一個人做主角去寫 變成那些學生除了主角群以外 那些學生不是出來死的 不是出來死的垃圾來的 是有用的 不是國龍遊戲的那些 吊了蝦就死了 或者吊了蝦就不用死 他經過那些在爆來爆去的那些是完全沒有感覺的 國龍遊戲的那些 你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 你只會一聲笑出來 玩國龍遊戲有這樣爆發 很漂亮 還有 還有第1個星期我覺得我自己比較深刻的是Billy 因為Billy他作為一個 就是一開始你不明白為什麼他跟何希然是老友 因為他是一個bully 爛仔 但是他自己的個人集數 他一開始因為他每一集 開頭就是講回 因為他是那一天回去做生涯計劃的 他會回答就是老師跟學生之間的對話 但是Billy那個跟老師的對答就是 我知道你們怎麼看我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做過什麼 還有他那一集說回其實他們對何希然 或者其他同學 或者他怎樣這樣做 是寫得比較OK的 是啊 他知道有些東西不能夠用和平手段去解決 他就會埋著MK仔身 跟MK仔一起去想辦法解決 但是 他同一時間 如果要跟別人打架 會做一些相對上越界的事 其實他不想抓到何希然 因為他知道何希然是乖仔 但是其實他跟何希然那些也是朋友 不是沒辦法商量的 我覺得他寫中間的關係算是這樣的 Billy 而很有趣的地方是 很多網民都說他好像年輕的吳鎮宇 即是可能是黑道風雲收訴的王 或者是王國渣菲人 即是沙泡茶的吳鎮宇 那時候還不年輕 還不年輕 還不年輕 應該是蓋世豪俠的 應該是 但他還沒去到 因為他爛仔 那時候是艱險 還沒爛仔 爛仔 你也扮過 但是陳建朗 他找的不是吳鎮宇 陳建朗找的是陳果的李燦森 我就覺得再次一點 香港仔做的時候 一個不是真的很懂得演戲 很香港典型屋邨長大的地貓小北 就要做那個陣味出來 是的 那Billy的演員是完全做到這個味道 做到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聽他創作的歌 我覺得挺好聽 還有就是他們三人組 就是Billy 何希然 還有Marco 雲仔 雲仔 那三個人 真的做到那種中陸 就是何希然本身是 只是這一群人 和Eling是群組合 比較朋友 這個星期 其實何希然發揮的 場數不是那麼多 其實反而Math的樣子 是比較多的 但是你看到 在星期五一個轉折之後 他就開始擔起 就是說 這樣不行 開始好像真的生存遊戲 那些主角 那些主角 就是漸漸開始 差不多多了 還有拍出來的鏡頭 例如有一幕 他們三個人在天台說話 是很有Feel 就是他拍這些鏡頭 是做得很好 另外根據我女朋友所說 George的演戲的進步很大 因為他應該是看那個時候 《大叔的愛》 有一群George是客串 做一個大明星的角色 我看到我看到 他說 我跟著我女朋友的形容 他說是災難級的 就是說 在George旁邊 Edan是突然變成影帝的 不是說Edan做戲不好 但是 突然間 是提升了幾個檔次 去到那時候 那時候導演也有心 就是要去一味很酷 但是到感情位 那時候也覺得差一點 而當我看《I stream》 那時候應該是第一次看 George做戲 我覺得他已經進步了 但是那時候 就衝動不出戲了 在《I stream》裡面 去到這次《冷連勝客》裡面 我覺得他的演技量層次已經再多了 在中間好像不是很多給他發揮的機會下 他的進步是很快很大 那我覺得挺驚喜的 還有大家看到 例如訪問 導演也說他們找了演技師 去把大家訓練 或者他說 一開始 他有時候有些戲 是爆頭 大家很緊張的時候 他說之前叫他們怎麼做 他叫他們跑 他們叫你 Warm up自己的身體 好像也有點緊張 和有些上戲不接下戲的感覺 然後再演那一場 你就看到大家的心情 還有形體動作 會真的有那種很急速的反應 不是因為我坐在這裡 本身已經輕輕鬆鬆地去進步 變成我跑完步回來 就已經整個人崩緊了一點 這樣才有 這麼有趣 真的厲害 所以看出來他拍的鏡頭 他道具組和演員 雖然 頭五集當然有劇情可以套 我覺得 例如楊月盈 被人針對 針對得太厲害了 當然你看這類型的作品 大家是不理性的 是真的有少數人 好像這裡就是石曉陽 石曉陽是一個理性人 是一個分析大局 想看誰設定目標和兇手 但其他人是完全不理性的 但是連何希賢 作為一個主角 也有點不理性的時候 是不是把Marv的角色 逼入場覺得太厲害了 反而我又OK 大家是這樣逼一個人 因為當面對生命危險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就是在威脅你的生命 大家瘋了 以這班年紀的人其實是合理性的 OK 再加上他們始終都是嘗試捏著Marv的頸 沒有真的弄死他 你說那班學生很果斷 落手殺人 那我反而不行 但會出手想打他去解決這件事 我覺得還是我接受到的範圍 還有看背後一些製作 其實他們是沒有就力的 Marv被人捏緊是真的捏傷了 當然我都很肯定他們是合理過 不是說那邊的演員太過用力 他們是大家合理好了 有另一段戲我甚至 我反而為Marv擔心 我反而為Marv擔心的 就是他和王文慧 他飾演另一個學生 同學的媽媽 Marv上了他的家去調查 然後跟王文慧中間有一段扭打的戲 那我抱著 你跟王文慧打 你真的怕弄傷老婆 你弄傷老婆 他真的回來幫奶奶報仇 待會兒婆婆說 傻子 我平時看UFC也會跟你說 劉德華真的回來 我要幫奶奶報仇 但是想說 如果你說起這個角色 第四集最後他的笑容 是很能驚訝的 真的很能正 所以王文慧其實真的很好 而且你想想 你看《死屍44》的時候 他是很驚訝的 但是這裡他真的做到那種陰心 當然那個燈光 那些東西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看到王文慧很掌握到那種 都是笑而已 但是到底怎樣是燦爛笑 怎樣是陰心的笑 怎樣是驚訝的笑 他都掌握得到 我聽說是劇組無論拍攝和演員怎樣去合作的東西做得很好 就是笑容 因為有機會演員本身就演得好 也都要劇組大家互相 就是你一隻手拍不響的 老徒一定要兩邊都好 他就做得好 我聽說 你看到你剛才的畫面真的挺有感覺 還有Marv他作為一個 即是他第一次演戲 新演員 我覺得他做得挺好的一件事 就是他對著同學 剛才藍哥提過 他是不說話很接的 然後因為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他總要跟同學有交流 他跟同學交流說話很挖的 我明天去找誰 你們冷靜點 不要搞那麼多事 總之你等我明天回來 他沒有語氣的 沒有表情的 但是他打電話去找同學 打電話去約他去家 他媽媽聽電話 他突然說 喂 喂 媽媽媽 即是他轉這些調音 他轉得很好 然後你覺得他跟媽媽說話的時候 會口窄的 會有一點尷尬 還有就是一個十幾歲的年輕人 見到對方的家長那種尷尬 即是你去到三十歲 你見到別人的老母 你還是這樣就這樣 你那些人是沒有閱歷 但一個年輕人 他這樣做 他做得好這件事 所以如果說Marv沒有演技 其實只是他為了 如果要做平時對著同學的時候那種低層 壓低了自己的表情 他在一些很細微的地方 其實他轉了 你說是他自己轉了 還是劇組轉了 我不知道 但起碼他做得出來 期望就是後面 我希望一些Ruths 可以不要玩到 我希望會變成蓋 不要加太多Ruths 因為現在玩Ruths 例如星期五他已經試了一些 給觀眾看到原來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他再加一些Ruths 因為他前面的Ruths 他都不算玩得很多 我也覺得他後面 如果繼續死下去 開始 我怕會變成國王遊戲 就會無視Ruths 最怕這類作品 是開始會出現一個 I say yes 等於yes 的情況 國王遊戲 又 一向是I say yes 等於yes 他沒有離開過 所以就糟糕了 所以神作 另外 但是如果這類作品 要做得好 希望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挺喜歡裡面 很多不同的角色 例如 現在何希妍的女兒很明顯是臭雞 然後後面 例如石曉陽 柯智恆 這些仆街 應該不會死 應該是最後的 仆街要留個尾 所以就看看他怎樣寫 甚至阿sir 阿sir 我也覺得可以寫 阿sir應該有些東西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這一套其實可以開來看看 因為我覺得 Viu近來真的 拍的不同類型的劇 其中一套值得看到 是二套 他有什麼類型都試一下 都好的 不只是明明之中的 有這麼說 他有什麼類型都試 也有若干 是可能大家覺得挺好的 有時候都見是 對 還有他今年和解作後 其實也是一套不差的劇 雖然他的尾 可能有很多位可以再討論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水準是好 而且他正在試深夜 甚至可能 好像我是家人那輩 去看和解作後 都覺得 這套劇好看 不是 因為現在的評論 就覺得 可能你主打 所謂傾向年輕一點的群 放棄其他 但有些劇 有時候都做那個平衡 或者IT9也是 可能真的幾代的電視觀眾 一起看 其實都可以 有些也做到的 有時候都可以 這套可以 還有 還是 暫時 VTV開台寫的最多人 一定是 冥冥之中 暫時都還是 還有 不要緊 如果他變成國外遊戲 我都可以見證 亦都不希望 另外 應該提到 冥友是Forever的 我們要求 遲下真的要做個hashtag 要求什麼 冥冥之中施生初 DX莫里奈斯 對 DX莫里奈斯 麻煩你 或者《滅世小刀》 那 劈友那些東西 真的拿一把 莫里奈斯 餓 即是把滅世小刀 那你真的 二十條命不夠死 所以呢 跟著說回 劈友那把東西厲害一點 我會說回 去拿光劍 沒錯 所以今集我們 最後一套講的作品 就去外國的劇集 亦都是Disney Part 上面的 星戰劇集 就是 Ahsoka的 影集 沒錯 亦都是另類標題 Rebel Season 5 是的 亦都是Rebel Season 5 那 就終於開播了 開播前 其實都多一些 的星戰迷 會期待 因為 終於有一堆 Rebel的角色 即是動畫角色 你會看到 他真的變成 真人化 當然 Ahsoka 即是這個 本身來自動畫的角色 一早就 已經出了真人 在Mandalorian裡面 已經 潛衡出來 亦都很多人喜歡 那現在就 真的做了一套劇 大家都很期待 這套劇 會是為 劇集系列 一個怎樣的走向 或者 不要叫劇集宇宙 或者 應該叫劇集那邊 Sorry I 即是一個在 星戰六 之後的 故事線 亦都可以說 六和七中間 雖然我很不想說 這句話 因為我心目中 沒有七八九 但你以官方來 真的有七 這是六和七中間的東西 這套劇 相信 會 令大家知道 其實現在 這個劇集系列 是想寫到哪裡 例如 索龍元碎 現在這套劇裡面 怎樣去找索龍元碎 就是其中一個重點 亦都怎樣去找 Rebels的男主角 都是這套劇 大家都很期待 說的那件事 沒錯 這套劇本身 一開始就是上兩集 然後現在每個星期上一集 我們錄音的這一天 暫時去到第三集 所以我們只講前三集的內容 應該上一集 應該上一集 可能我會再剪出來 再另一段 即是短的上來 可能有機會上一集 或者大家聽的時候 已經出到第四集 但是我們今天 就只看到第三集 沒錯 那作為一個 有看過Rebels的粉絲 死忠 我就覺得是很感動的 因為 將裡面的角色 或者場景的真人化出來 我是十分之開心的 哇 你只是那本長國的畫 你看到真的 真的有眼淚淚 大家都 還有就是他用那兩集 給一些沒有看過Rebels的人 去交代他的背景 其實那兩集是交代 例如Ahsoka Sabine之間的關係 或者LeVol 還有 這樣說 我覺得頭兩集 剪頭剪尾 其實是整套電影的樣子 還有他的感覺 應該是 那個 Tone 是挺嚴肅的 他甚至乎 那種感覺 有一點是近了電影的感覺 多於之前的劇集 帶給我的那個感覺 劇集 Mando都很緊張 很緊湊 但有時候那個緊張感 他不是這樣的 但這次的音樂 那些Color Tone 都弄得 事情好像很緊張 他也有心心做到 還有你看到Dave在拍攝的時候 一開始的Roller 我們多久沒見過一個 真的想看 滾上來的 滾上來的 的Roller 你真的很明顯 當然他唯一有不同 就是他現在是正方形 或者是長方形 不是梯形 沒錯 但是你看到Roller上 還有他講一些故事的 前撤是很有懷念的感覺 然後 你的Scene一開始 都是自敬電影 整個大的艦船 然後衝出來 再拍進去 都是一些本身的電影 戲我很喜歡 就是一開始播完那裡 要不就拍到 經過 要不就有一架機飛 就叫叫叫叫叫叫 所以 大家都知道我不看星戰 所以你說星戰 基本上我就不說話 但你剛才說那個Roller 是那個梯形上去的Roller 會沒有的嗎 會的 劇集未必有 劇集未必有 因為那個是電影才有 因為電影就是 用來交代兩集中間 一來講一下上一集發生什麼事 或者這兩集中間有些什麼事 當然那個Roller 就是Roller 那個東西也好也不好 星戰八的時候 就是Roller了一些 應該要兩部電影才有的東西 反而劇集是第一次出的 劇集 我印象中 真的沒試過這樣一開始 我以為一定會有的 劇集之前 多數都是用真的劇集式的方法 就不是這隻電影方法做 明白 當然他這裡也是第一集出 但是作為一個開頭 他真的要用電影的形式去呈現給大家看 因為頭兩集合起來都整套電影的長度 有的有的 而你說作為一個死忠來講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很感動的 就是例如 阿蘇卡本身的真人 雖然以前出了 但現在再出 你看到他演員做的戲 或者化妝或者其他東西都很好 那沒得說的 Sabim 還有Hera 甚至Chopper 真人發出來 Chopper 都是現在星戰迷一致公認 是全部動畫角色裡面 最神還原的那個 是 Chopper一定是最神還原 因為是機械人 對 但是甚至一些新的角色 例如 之前在Mando出來的時候 抓了那個女囚犯 現在他都改了一些設定 甚至一些新出的 例如 不知道是什麼勢力的所謂使用元力者 就是那個大叔 和那個apprentice 是很棒的 甚至 不要說我給 就是你出一個 又是整身好像Inquisitor 有面具的角色 跟別人出一個大判 是完全兩回事 就是 都是Inquisitor式的裝扮 我這樣叫 因為他應該 現在應該不是 不知道會不會有關係 但是 總之他有些像Inquisitor 像那些人 那時候大判出來 只看到他的臉 我笑出聲 頂你免子 小人類 除了好過去 他那個大判 你真的有看Rebel 看上去 頂你免子 你不要這樣 就跟我說大判 我看有些Crosplay 真的不會是這樣 Crosplay很漂亮的 我看有些 就是Low Cost的Crosplay 他真的 我怕Low Cost的Crosplay 肥仔 現在人家很肥 所以 都好過去 那個大判 問題 他現在出來 一來就有不同 他那套鴿很帥 整身 很漂亮 那套 然後人家又是拿轉轉劍 他那把轉轉劍 用得多帥 當然 轉轉劍不只是 納西女人那邊 Rebel's裡面 那把轉轉劍我也有笑過 帕奇直升鬼 真的跌了來死了 我真的笑得 是誰的 是的 他也是用得不好的 但現在這把轉轉劍 去到第二集 跟Ahsoka在那邊打的時候 在船爬在那邊打 他最後要拖著Ahsoka 跟他自己走到 一把轉轉劍飛出去 他那把轉轉劍都用得很帥 所以就看到兩個不同level的分別 就是我們說回這部劇 那你說Overall的劇 這次的走向我之前都說過 都是主線 是找索龍元帥 他也是走這個主線 雖然這部劇是說Ahsoka 我也是覺得你應該叫Rebel season 5 為什麼呢 其實裡面說的話 主要是 Sabin跟Ahsoka之下的關係 或者他跟其他人之下的關係 會比較多寫 不過有些麻煩 如果他真的叫Rebel season 5 因為始終你現在是真人化劇集 如果我開玩笑 什麼新聞都沒有留意 我看完Rebel season 4 很開心 然後我回來一開 咦 為什麼新的season 變成真人 就好像我很說Gridman 因為一一套戲 一入場買Gridman Yui 那時候坐著 咦 真人 雖然是Gridman 他有想過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劇集版叫Ahsoka OK 還有如果他真的 第五季這樣出來的話 會講了一堆沒有看開的人 對 沒有看Rebels 即是像我這樣 我本身沒有看Rebel 如果你會跟我說第五季 我一定不會而開來看 但是現在你 改了第二個排頭的話 而且你又交代前面的人物的關係的話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引人入坑是一個好事 你沒有看Rebels你會不會很失敗 十邊是誰的那些 我覺得他介紹的人物是 我看完第一集 我已經大致上知道角色的性格 我已經大概掌握到了 起碼他介紹這些角色都是吸引 還有我自己覺得overall來說 當然啦 之前看過什麼就沒有對比沒有傷害 所以我自己覺得拿來入坑也沒什麼問題 你看完中不出現的機械人嗎 OK 等他再多一點表現 這個機械人你留意著 第二天真的隨時去做的人都可以 你看到Chopper說的東西我們是明白的 他其實是把那些對白用機械的聲音調整 但其實你是聽得明白他在說什麼 即是Hera跟他說我沒有搞過你的東西 你反而那個髮型裝置扔過去 然後他去掃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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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然後他在那邊玩下面那層 在那邊啊 踢啊 踢啊 接著踢衝啊 然後踢完之後 踢完之後 真的很過癮 很棒 而且他拍的場面 無論是光劍戰 空戰 或者飛船的東西 我覺得是拍得十分之好 光劍戰暫時 打這麼多場 有一個動作我待會再拿出來討論 但是現在就這樣 他的光劍戰我全部講好看 當然有人套租 這個是年代不同取樣的問題 因為有些人都是繼續套租 就是說光劍戰不應該是好像這樣拼 因為他說 即是打劍花 打劍花 因為他當年拍四五六電影的時候 是用重劍來做一個reference 所以現在你拼到這樣 反而有些人還會套租 但我覺得是年代的問題 或者取樣的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的 但是還是那一句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還是覺得 尤其是第一集 即是那兩位劍船的時候 那些光劍是十分之好看的 他們稱之一隻船好看 雖然 又這樣說 你說吐槽呢 有吐槽點的 但這吐槽點 我覺得味道致命 要是你要吐槽的 其實第一集 我一開始就吐槽了 因為我記得那個男長說 他們的識別訊號是JEDAN武士 咦? 不要騙我了 你給我一些照片 我過去看看那個什麼 我心想 就算那兩個不是那些Massive 等等 你走過萬達樂人戰力的 我當過類似Mando的 你那些人 旁邊一件浪米雞 兩電彈散 三件雞扎 Mando一個鳥哨已經收了他的皮 你還被人下船 你不要被人上船 那你是不是看見共和國的人是怎樣 其實現在 那一幕我當然是吐槽點 但他現在有些位置都頗著眼 去寫共和國的人 是很腐敗 很官僚的 已經是寫著 這個東西是好的 雖然那一刻我覺得 他又應該不是想寫這件事 想寫一下男長 是 那我來看看兩個騙子是什麼樣子 你不要以為生氣著貝貝街 你不要以為生氣著貝貝 就當自己是JEDA沒事 問題是 我們兩個拿著紅劍的 但我又很喜歡他們兩師徒來 又很有霸氣 雖然男長是疾了 但師傅跟男長說 你有一樣東西是沒有說錯的 We are no JEDA 一開一把劍 那一刻我又有愛氣的雞皮 還有那個很棒 還有那個橙紅色的光劍 那個色是做得好 是啊 當然也有改了一些設定 即是Morgan 其實原本你在Mando那集 看到他只不過是一個 索龍元帥的跟班 但是現在他又加了一些設定 例如他是Night Sister 你就覺得他是想寫多一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還有他現在去找索龍元帥 那塊東西 或者起的那塊東西 我覺得造型也是很好的 另一方面 我想套租 都要講實邊 因為有很多人是其實在劇之前 已經不停地套租 就是他是不是Rebel 想由以前寫到他現在 變成這個絕地沒有事 那這三集 你很明顯看到 阿蘇卡訓練他的方法 是好像當年 阿蘇卡訓練阿蘇卡 就是說 你不要太急 你這麼急 你這麼硬頸你不行 那現在就 風水輪流轉 到阿蘇卡當師傅的時候 其實這樣是好看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看的 但是 阿蘇邊本人是不是 Force Sensitive 我又覺得有程度之分 Force Sensitive 和原力醒覺 可以一下子打敗卡羅蘭 是兩回事來的 你不要做過那個level 我當年就 為何不喜歡星戰七 因為 我不喜歡那一刻 原力覺醒突然之間 你覺醒什麼都搞定了 他那裡比X-Men 暴風女神還黏著 那一幕原力覺醒 是不是 我那些就不行了 你如果說 你開始感應到原力 或者 覺得原力 它慢慢 去掌握到 用到 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要一個時刻 啪著掣和偉天滅地 我會收到課 我會接受到的 而且也可以分成程度 你看到其實這幾集 十邊好像有些 和原力方面有少少的感覺 就是他做夢那些 但是 他真的做到 用到Force 和他精通 是完全兩回事 我覺得他可以用到少少 然後用他 Mandallorian的戰技 去再配合 就是好像 古古那樣 古古的Mix 他做我覺得 是完全可以的 而且看這幾集的表現 雖然我都希望 他原本是可以寫多些 究竟他之前和修卡 發生什麼事 但是 現在暗場交代了 他兩個訓練過 不行 現在再訓練多一次 是OK的 所以回來兩個 有少少面左左 我當這些 你後來再提 又可以 或者你不提 我就當是 兩個嘗試訓練 不行 然後再回來 當然 我也知道很多人 會想討論一個位 我也覺得 要拿出來一談 因為講星戰有時候 有些時候 又不可以不討論 大家在第一集 都看到 十邊被人搶了一劍 然後 他沒有死 然後大家 又開始想 那規光 是不是真的死得很慘 我看到很多秘密圖 因為那一刻 大家 還有 這裡又不可以怪誰 但是 你始終是有Lobi Wong那套戲 然後 你真的裡面 最後師傅出來 他真的拍得不好 他拍到 規光師傅出來 那一刻 好像馬會門口撞鬼阿叔 拍到 師傅 你幹嘛這樣才聽我的電話 我打給你這麼多 你又不聽電話 那些 那一刻他就變得很面目 那樣 那些人經常拿回 師傅 Lobi Wong 最後的樣子出來 就說 喂 我搞錯了 我為什麼要死 那當然 如果硬勾擊 你如果說接受 那時候 我們聽說 三妹和大判那些 是真的反胎 但是 為什麼現在 十邊這一刻 我會接受程度 高一點而已 我只是說高一點而已 因為你真的一來沒有重要學 立刻急救 還有你真的有機器去處理 那好一點 那三妹那時候 真的被人堆完之後 找一塊 濕溝布包著 又飛去另一個星球 他是完全沒有停過 起翻身 就是找阿Luke 他也沒說 給江劍堆 大哥 真的你腳尾尾 踢到桌角 也隨便搶過去 他傷得少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他比Obi-Wan快快 去到他 還在那邊追著 他還在那邊追著 年幼時的Root 到處走 捉一陰 我當不理 No be wrong 就說回Obi-Wan和規光那一刻 其實規光那一刻 是真的受重傷 而且 因為我經常看到 規光那一刻 我會覺得 光劍的能量爆死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 應該照樣地堆哪一邊都 當然 都是這樣說 要堆就一定有堆 是的 但是我自己就傾向 不是太喜歡光劍堆得入 我也覺得如果光劍戰 是被堆就會死 我是想做一件事 現在只是說我個人來說 接受程度會比三妹和大判那一刻高 但是可免則免的 其實我就不想擊光劍隊員不死 但是你說那一場打 我覺得是好看的 好看好看 那你也看到Shin和Sabin之間的 功力的差距 還有你看到他們兩個打 是有對策 而且是好看的 那當然你說 那一刻 我自己個人還能接受到 因為都是那一句 他是馬上被人送去醫院 阿蘇卡又到 還有真的對策畢 我勉強給你 但是我都是可免則免的 我那一刻劍五拍法 以後都是 但是我覺得 Sabin的演員是做得很好 很好很好 真的 鄭秀文 我們大家朋友們自己討論 有朋友提出了一件事 然後我覺得也是 越看Sabin的演員現在做 越覺得像鄭秀文 年輕當打 是最漂亮的鄭秀文 如果有鄭秀文粉絲 你說他現在很漂亮 我尊重你 但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他當打 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不要算漂亮不漂亮 總之是九幾年的時候 我覺得 九幾年版的鄭秀文 九十年代 或者千禧年 千禧年 九十年代鄭秀文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沒有錢 對 好像車機型號的名字 說明多少年的型號 哈哈哈哈哈哈 尤其是他之後剪短了頭髮 是更加之相似的 是很當打的時候 長髮是不太相似的 輪廓有點相似 但是一剪短了就很出 所以說他像鄭秀文 不是說不好 純粹是他真的像 最當打的時候的鄭秀文 還有就是他表現到 好像對白那樣說 你知道的 他挺硬頸的 他是一個Mandallorian 他這個人都叛逆的 你看回他當年做的 還有他現在做的 立科那一場 說回立科 其實也有很多 原本動畫有的人物 就是一開始說那個Chancellor 其實是動畫的 是阿叔 還有就是隔壁 他最後 十邊去了哪裡 我不知道 那你出去說吧 推出去那個 就是當年Ezra 潛入空軍學校 叫了幾個人去叛變 其中一個 所以你看到那一場 你也知道他不會在那裡出現 第一就是 他是一個很叛逆的人 第二就是 現在有些時候 他當Ezra走了之後 他是很重罪惡感 因為當年其中一個 為什麼Ezra會走了 自己一個人去 他都覺得是自己的責任 因為 那把劍是Ezra交給他 我覺得他現在有少少 這個生存者的罪責 我覺得都寫得OK 而且他真的 掛著Ezra 掛到是 他直接住在那裡 就是我看他住那間屋 這麼熟 為什麼這麼像Ezra最初住那裡 然後問問他 是不是Ezra最初住那裡 又是那裡 那裡 又是有點感動 而且 我幾喜歡一件事 是他現在的動畫角色 轉了過來變成真人 我看一看我不特別覺得 什麼真不真人的東西 而是我見到那個角色 即是實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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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特別覺得 現在這個是真人版的實編 以前那是動畫版的實編 你一看這個人的言行性格 那方面 他就是實編 他也是衝衝子 他是很衝動的 以前 在Webos想想想 Ezra和實編兩個 基本上 你再加上 其實Z也是 Kalen和Heila兩個 就像爸爸媽媽 揣著他們幾個 所以他們幾個是一家人 特別這兩個 就像子女一樣 他也是傻傻傻 Zabine也很衝動 有時候兩個 還會一起去做惡作劇 變成現在我看到的是 一個比以前成長的 Zabine 但他還是Zabine 不會變成另一個人 所以我挺喜歡 我看到這個 你提過就是 另一件事 就是Hera Hera 其實在這裏 我覺得最好看的就是 他對Muff Mama 和其他幾位長官 即是吃塞米 吃塞米 即是說你沒有打過仗 你看看誰贏 就去 風吹哪邊 上司大人 上司大人 他秉他那段也很棒 其實 但是你同時看到 當那個人在說 其實你也是想找Ezra Ezra已經死了 他那一刻的反應 其實是很真的 同時你也看到 作為一個將軍 他都不可以幫 Sabine 幫得太出名 是 但他真的很想找Ezra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是寫得好的 甚至 現在去到第三集 那些動作場面 我覺得是挺好看的 當然 如果你比起上來 我覺得Mando 第三季 那場空戰 是做得更好 但是現在那場 其實都做得不錯 是 你可以套租 就是 他的船中了 你當是鳳王 他也有說鳳王 有減弱的 是 他打圈圈的時候 是有說防護網 是 但是死火那一下 然後下去 你防護網已經沒什麼 然後下去 一槍都不中 是 也是 還有一個 阿蘇卡穿著太空服出來 斬戰機 因為我們已經在Vision看過了 Vision看過 Vision是邪惡的 神經病 那邊是短空光牙劍 那邊那把不是光劍 但是這裡 斬 和他打 都很好看 幸好他 擋機的彈 真的是 小飛 如果 好像那時候 三個擋支炮 那些我就不行 那 他那支 沒那麼粗 我就算了 我只可以說 但是 現在也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我們會覺得可免側面 的事情 那不希望 會再 就是 我不可以叫每放月下 不可以用這個字 因為現在不是那個情況 但是不希望有些線 會再放下了 還有這一季的走向 我自己預測 我希望 不要那麼快出塑龍願 不要說下集我走了 我走出塑龍出來 是的 在節目聽過這段的 今天 我遲一天按照片 不是的 我塑龍走了出來 還拿著一杯咖啡 那不要 還有就是 其實這幾集 我猜都在那個星球 在那裡摸一下 打一下 或者是怎樣 或者是十邊 再要和其他人在那裡打 再去那個太空環那裡 再搞其他事情 我覺得是OK的 那還有一些猜測 例如 我自己個人 是不希望面具佬是AZHRA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的猜測 Fan Theory 估計都是說他是AZHRA 我就不想是這樣 你可以寫一下 就是 Dave你可以寫一下 但是最恐怖 不希望 但是你是不是說 有些再Fan Theory 面具佬的身份 有些估計 因為現在人們發覺 其中一位我們很熟悉的演員 在這個遊戲裡面 就是這個Star Killer 那位演員Sam 疑似在Credit上出現過 就沒有證實到 即是當年PSP年代 那時候有個遊戲 叫Force Unleashion 那個男主角 沒錯 而Star Killer的名字 就是當年最原案 還沒想到Skywalker 之前有想過叫Skywalker 但後來叫Skywalker 然後就用Star Killer的名字 做了那個遊戲的主角 現在另一個Fan Theory 就是因為他會不會 是真的想寫一個Star Killer 即是一個複製人 因為其實Mando 有提過一些複製技術 那你可以說 那時候 他也有一個紮技術 是的 那究竟是不是會 利用一個角色來說 複製什麼人都可以 即是複製Luke Skywalker 或者其他 甚至 我覺得最好 就不要寫他是誰 你就當他是一個 Inquisitor 也好 或者是一個秘密角色 算了 你就不要揭他面具 說原來Astra 或者其他什麼角色都可以 如果你說Star Killer 再玩下去 我反而有些奇異 即是我也會有些常會 我個人 我個人 即是期望拿Star Killer 玩得多些 是的 但是Star Killer 要寫的就很大問題 因為他實在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在能力平衡那方面 就要搞搞去 如果不是又真的太恐怖了 他真是特級就物 但是我個人 我希望 直接不寫 你說他是一個面具佬 跟著他用兵 算了 現在好帥 現在好帥 你不脫面具 那一套夾 其實好帥 而且他跟Asuka 5 其實都好看 是的 我自己 希望這部劇 那個Pacing 可以穩重一點 因為現在 你說每一集 如果去30分鐘 我覺得有點短 如果你拉長 45分鐘一集 我覺得會好一點 因為第三集 真的好像不太夠效 真的很快就完了 經過了 不過現在劇集這邊 根據之前 Mandalorian 那時候 他有時候 都會按內容 去調整 那一集長度 不是說 今集定了40分鐘 就40分鐘 他有時候都按內容 沒有那麼多東西做短一點 多些東西做 他那一集長一點 會這樣 這部劇 現在都是期待的 都看得開心的 現在 我想我跟大王 因為這個 Rebels的關係 對這部劇交了分 軒哥你看了三集 你覺得 你會不會有興趣再看下去 我會有興趣再看下去 故事發展 其實都想看下去 Overall的製作質素都高 我沒有理由不看 反而是會不會 就是會不會 找時間再補回之前 那些 Rebels 但是都 有些份量 所以都 未必 或者看著頭尾先 那些 不是先蓄食 或者看最後一集 因為最後一集 我想對於索隆之後出場 怎樣去做 會有關係 或者蓄食的 可能之前的Season 先看頭尾先 其實可以的 雖然中間 有些集數 有時候會循環 但是有些集數 其實是很好看的 但是要速食可以這樣看 因為有些聽眾 還說 如果Rebels 可能吃不切 即是未可以高速 看完的 那有沒有辦法呢 可能大家有時候都說 看頭尾 先拿一拿大概 然後將來再慢慢清 都是一個方法 當然值得看 真的好看 我最後就說 多一點的事情 因為我近來 覺得有些討論的風向 很奇怪 當然 當然這套劇的門檻 其實都高 但是對於新的觀眾 其實Dave 都用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去處理 但是 這一陣子的報道 有很多都說 今次的Revership 用一個災難性的形式去形容 因為 現在有些新聞公佈了 迪士是有講今次的Revership是多少 當然 你說Revership 跟觀看人數 是完全兩回事 觀看次數 跟觀看人數 是做的水有多少 大家都清楚 而今次的Revership 公佈 是比上幾次的 這個聲戰劇 我也不想說 Lobi Wong那次 他推出得很大的 就因為有電影人物回歸 一定 如果連Lobi Wong 本人下來 還連Heiden也推出 如果沒有人看 就能得利 對嗎 而據報導 今次的觀看數 是1400萬 比較起來 比以前來說 是少的 但是 你說少 這個風向來說 我覺得 是有點奇怪 即是有些大風向 是我的感覺上 還有 今次 是不是真的差 我覺得 真的有質素 還有 在風評來說 是不算是真的很差 至少我們不會 每個星期 開一集來吵架它 我看到很多人 看得開心 我看過有些人 可能是 專門去幫大家 所謂科普 到底 人物哪裡來 我甚至看過 討論是這樣 因為 兜辭家的討論 未夠 所以我專門說多些 希望大家一起 留意這套劇 因為很喜歡這套劇 我看過有些 會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 在粉絲上 又沒有評論 說得那麼 不OK 當然有一個盲點 因為我是 覺得OK 我是一齊在歡呼 我見到Chopper 在吵架人的時候 我也是很開心的 但是 我想 另一件事情 如果你說這些 所謂reurship 好像找位去做 當然 在媒體角度 當然要做這些 可能要看有沒有 什麼 但 會不會代表 Dave 現在危在單直 老實說 不是要挑起事端 而是 大家知道事實的是 星戰宇宙裡面 都是兩個 陣營在打 有西女人陣營 VS Dave 和John 兩個陣營 那是不是代表 一個陣營就不行呢 老實說 這些數 是一個數字遊戲 那時候 西女人 就是最喜歡 拿這些數字遊戲來玩 那Mando 那時候 要不需要不斷提這些數字遊戲 那問題 你猜 迪士尼 你系列 做的東西 賺不賺到錢 我都不是經常特地提 但是都要說 三會把劍中籌成怎樣 然後三會請問 出了幾個figure 然後再問大家 有一個問題 Mandalorian的主角 出了幾個figure 我數不賺到 Gogu出了幾個 BBA出了幾個 就是大家去困一困 你現在走去玩具店 你買一隻BBA簡單 還是買一隻Gogu簡簡 你當然買Gogu簡簡 因為BBA那些都不是那麼多 也沒什麼出了 你Gogu那些 我早幾天走肥脆 幾個款的Gogu都凍在 然後Mando多到不知道怎樣 然後Ahsoka出了幾個Version 的Ahsoka出來買 然後 這樣說 你的熱門角色 有時候大家這樣說 就是你無法爭辯的 你賺不賺到錢 你帶不帶動到 粉絲消費 你有眼看 你那邊就要用什麼Version 這些東西 你說得很陰謀論 如果你是很支持那邊 老實說 你也聽不下去 或者你也覺得 我現在說這些全部廢話 就算了 但是 你那邊就喜歡用Version 用什麼 數字來打飛機 因為他們一定會用這個 他們用質素來講不出 你質素的就是 三妹被人刺完 腰可以包住肚子 在另一個星球 我喜歡他那邊的 Cyberpunk設計 不是的 他那個 Version 那時候要過個閘機 那個閘 是我暫時見過最 Cyberpunk的一件事 就是 閘旁邊走到過去 你跟我說他 我走不到過去 我屌 我只是折駕車 我不是這樣 問題是 你那邊就經常拿 什麼Vership 拿什麼 做字來打飛機 說我們做了多少人去看 多少人關注 有多少人Like 又怎樣去撐什麼權 什麼人 又迫害什麼黑人 然後他們怎樣去 帶個黑人主角出來 就說這些 Mandallorian 有沒有說過這些 可能有 但需要不需要拿這些 做主要setting point 不用 大家真的要討論這套 你現在也不是那個風氣 而且你講開 我都覺得有些討論很有趣 有人都說這套 不好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太女權 我就覺得 如果你還是要說 阿蘇卡和十邊是太女權的話 那你真的沒有看過劇情 即是 他第一個出場的 那個悲能 你連一個都 那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飛出來看 真的飛了他的戲 你這套東西都是女權 不不不 我不介意那個女角厲害 你寫得OK圖 不要讓我覺得是討厭 那你現在看完 你覺得這個司徒很有趣 你想看十邊繼續怎樣去 他慢慢走上類似Jedder的路線 我想看的 我不會覺得 十邊是八婆 真的很搞笑 還有 即是 有些人是 給得很低分 是因為她 太過fanservice 那我覺得 是的 你可以討論的 是因為這一套 是真的要做 這個Rebels的 Season 5的延續 甚至是 你不是好像看Mando Season 1 你真的可以完全 空白去看 我覺得他一開始 他有必要這樣做 因為他真的要 照顧一些 新入坑的人 他一定要 介紹回 給那些人 知道那些角色 因為始終你是 動畫變回 真人版 而且是之前未做過 即是未做過真人版 所以他要花些時間去 寫完再 混合一些fanservice 進去 我覺得很合理 而且那些人說 因為他是太fanservice 太fans事項 就像是 你不能一張白紙去觀看 而 要劇劇 那麼金 那 Obi-Wan這套劇怎麼辦 不同的 電影不同 電影和動畫不同 那裡不叫fanservice 他service了些什麼 他們因為有些人稱讚 就是因為 Obi-Wan本人走出來 因為Hayden本人走出來 那些人就沒有想過 Obi-Wan出來怎樣崩壞 怎樣去偷人救肉 怎樣 怎樣去偷人救肉 去做壽司王 偷人救余生 那些什麼 包阿里亞真名 包阿里亞真名出來 四腳獸 他們不想這些 有些人就是 看到Obi-Wan 跟Hayden的演員 回來就說fanservice很棒 很情懷 那 那一套也是靠這個 如果不是fanservice 我實說 他站在那裡 我看不見 那裡 哈哈 你不是真的走過黑帽 說 你那邊fanservice 真的要走過Darth Raider 出來 我明白這些東西 本身不是對立面 說這套太過fanservice 都不一定會覺得 Robi-Wan那邊OK 我也明白 我都將這件事矛盾化了 但你也不難去感覺到 那現在的討論也有些風向 有的 你說沒有也不會 還有我也說 Robi-Wan那時候 又這麼說 人家的Good Day 和John那邊 不會有些風向 吹出來嗎 這些一定是大家 會做的事情 商業社會 也不然的神化 性人化 他們都一定會做這些事情 不會不做的 現在應該八集 八集會寫到哪裡 就可以慢慢看 那我希望這套劇 可以開創到 他想做的那個宇宙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是因為你要 要泡沙龍玄水出來 那也有很多角色 或者一些 例如Azab也沒有出場 究竟他會不會出場 或者Caitlin會不會再出場 或者其他人 都會不會重新回到這個宇宙裏 可以再看 甚至他可以怎樣寫時間線 他也不會接觸到很多 真的那條主時間線的東西 我猜 那也不知道 因為泰哥 Rumas正在吹 那些就不說了 有些Rumas都吹到很大 問題是有些Rumas 如果真的吹到這麼大 我會很想的 但真的泰哥Rumas 不說了 另外一個題目 我也很喜歡現在劇集這邊 由Mando到這裡 都很樂 那些筆密去寫 新共亡有幾岸 就是 就算現在這幾集 你看到他裡面的腐敗 怎樣的官僚 就是Mando的事情 有一集他講裡面的官僚是怎樣的問題 到現在又是去過船爭 整個房間的人全部都是 泰哥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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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說到 如果一般的人就說 都笨蛋 全部都是他那邊人 問題現在就是在說新共亡 真的那麼笨蛋 如果不是那麼笨蛋 就不會後面再被人回覆唱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挺OK的 那都很期待 沒錯 我是很期待這一套劇的發展 和我很喜歡的 希望 好頭好味 這個絕對 還有另外一個資訊提供 現在好像鞋機近來 有個網開了 大家可以上去直接買東西 現在鞋機有個 香港這裡都可以官方買東西的 有些款式是不用吃炒水買到的 好像有Extra Chopper 那些好像上面買到的 大概那麼多 這集時間也差不多 當然 我這段完整的上來 我有沒有機會把裡面幾個 放開去 再分三段 有機會的 所以各位可能聽到 可能聽到今集節目 喜歡的 你大概一聲 一個多小時 節目叫朋友聽 好像很難的 如果不嫌棄 可能見到之後 自然精華版出來 有興趣就分享給朋友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今集節目時間到這裡 差不多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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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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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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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scinating